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黄日会议 话首席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选战进入最后的冲刺 国民党与民众党不约而同 选在新北市车嫂拜票 侯友宜与朱立伦从卢州出发 再到新庄 另一边柯文哲前往中和 为立委候选人邱成远来站台 晚间则会到西门町与民众定点拍照 与年轻选民进行互动 选前倒数48小时 各党候选人把握最后时间扫接照式 国民党一早先召开正副总统候选人国际记者会 强调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的主张 随后侯友宜立刻前往新北市卢州 此会堂与党主席朱立伦进行车扫 侯友宜不时从车上与民众握手致意 他表示 关键的时间需要大家帮忙吹票 拉票 投票 集中选票 我们一定会赢 有六成都希望政党文具 民主需要助 所以这票 拜党宰样 想怀疑 三个 三个 好可怕 六百六十 你们大家会记得 吹票 忧票 刀脸 一定会出来吹 爱出来U 爱出来刀 我们都 三个是好可怕 拜托 一定会最后一个 充裂 来一定赢 好吗 好 赢得来来来 比赢得来来来 好 谢谢大家 柯文哲则是来到立委选区激烈的中和 为党内候选人修成远助选 热情的支持者除了上街应援外 车队后面也有众多支持者骑乘机车跟随 让车少气势厚大 绕了一圈回到竞选总部 大批支持者集结集满之街口 柯P也与大家各自进行合照 展现亲民与团结的气氛 面对先前男赢提出投猴就是投科 柯P受访时直言 这话讲得太好 但可以直接投给他就好 投猴友宜不会达到任何目的 讲得太好 那直接投科文哲就好了嘛 你何必还绕个弯干什么 直接投科文哲 因为选权不能再讲民调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直接投科文哲问题就解决了 你投 不好意思 投猴友宜不会达到任何目的 选民结构的问题没办法 第二阶段行程 侯友宜将会前往新庄树林扫街 柯文哲则会前往新门丁与民众互动拍照 再到北门广场参加 抗阿伯守台湾的感恩晚会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道